今年日本股指TOPICS是全球十大股指中表现最好的 背后的一些因素值得咱们中国借鉴 自从今年4月巴菲特高调增持日本股票后 日本股市火了 全球资金涌入日本 东正指数回到了90年代初 日本泡沫泼灭钱的水平 日本这是什么情况 首先日本公司的估值多数十分便宜 许多的市涨率在0.6之下 每年的现金流稳定 不少还有大量的科技专利 日本股市的估值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日本公司终于开始正视小股东的权益 股票回购此起彼付 甚至有公司一口气回购四分之一的流通股 以日本公司坐拥的现金数量 回购运动还能持续很久 岸田政府所追求的新资本主义显示出雏形 第三日本从衰退中走了出来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恢复了正增长 通货膨胀回到了30年前的新高 这个带来了一轮久违的涨工资潮 今年春季工会和大企业之间的工资谈判 取得了3.5%的涨工资共识 据报道最后平均涨工资幅度接近5% 那么这是泡沫破灭以来最大的涨幅 央行也乐见通胀回来了 日本经济止跌回升和美欧经济见顶回落 构成对未来增长前景的此消彼涨 最后日本股市有很长时间没有怎么涨 所以有追落后的感觉 当你看到日本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7% 你就知道为什么日股会涨了 有趣的是这次日本股市的上升 基本上靠外资流入撑起来的 本国资金并不踊跃 本国资金不愿冲锋 是因为对未来消费前景并不乐观 对企业本土投资也不看好 加上出口形势恶劣内资反而甚深 同时日本银行退出负利率政策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流动性萎缩资本成本上涨 对日本股市的冲击是一个重大变数 美股涨了 欧股涨了 连日股也涨了 不少创出新高 剩下那个股市 会长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